台中大理區一家商行門外 大排長龍 八點才開門做生意 七點就有人 頂著韓風來排隊 他這裡是屬於批發的量比較多 正撐過來 一般商店買不到 開門就缺蛋 原來大家都是要來買雞蛋 這家商行老闆直接向蛋農購蛋 很多人在超市超商買不到雞蛋 直接來這邊排隊 價錢這裡便宜一兩塊 批發價換算起來 一顆蛋大約5塊多元 客人自己挑選 店家希望大家都有蛋可買 一人限購100元或20顆雞蛋 小家庭一週絕對夠吃 我用蛋用少啦 所以我不缺啦 就是沒有了我就來買 他有限量26元 合理啦 如果你用一個禮拜就夠了 儘管這樣300斤的雞蛋 開店一個多小時後 直接賣光光 老闆說排隊客人都是附近居民 他自己本來是做批發 不過鄰居們在超市買不到蛋 他乾脆開放讓大家購買 而且也是批發價賣出 雖然天天限量 不過他們也天天向蛋農 進蛋出貨 今天沒買到 明天還有蛋 儘管大排長龍 業者說大家不用恐慌 三月還會有進口蛋來 不怕吃不到蛋 TVBS新聞 呂正常紅彩的台中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蓮成功 禍三五百 最新的大視野 不少人 幼稚派 四千年 大視野